武术、中医、书法、金具并称为中国四大国粹。 中国武术不仅具有体育属性,更包含社会哲学、中医学、伦理学、兵学、美学等多种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理念。 近一百年来,中国武术更是成为国家重要转重点的先行者,其价值已经...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博企硬度等方面不满意,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-163-379,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。 延时二十到四十分钟,补肾壮阳延时祝伯,增强夫妻性生活,二十八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,做回自信的自己。 记住微信358-163-379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杰出的武术家李小彤,以中国传统武术用春泉为技术基础,深入研究空手道, 拳击、泰拳、荣室的二十六种世界武术精华。 集聚中西方哲学及中国传统武术思想精髓, 创立出了具有独特积极理念的武术,杰拳道。 李小彤以武术为方法,让外面的世界第一次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文化、中国哲学和中国武术, 展现了华人的聪明才智和中国武术蕴含的无穷力量。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,中国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 已经形成传统武术与现代禁忌武术并驾齐驱, 高速发展的阶段。 传统武术生机勃勃, 特别是少林、太极等中国传统武术, 比国家的经济更是先行一步到达世界各地。 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情节。 中国武术与侠义精神的结合, 是中国文化的历史产物。 惩恶扬善、服品济困是武侠精神, 为国为民是武侠精神的更高表现。 今天,武侠精神已经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, 成为华夏儿女无法鸣灭的一个基因和符号。 中国武术首先是一种文化, 中德性、讲道义, 正所谓指格为武, 刀枪入铺。 擂台上的笔拼, 一次较量, 也只是习武当中的一个环节。 它既不是开始, 也不是结束。 中国人的武侠情节,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, 演化出一项运动。 这就是柔和中国传统武术, 踢、打、摔、拿、推等多种技巧的散打。 从此, 中国武术第一次有了完整的竞技体系。 2004年, 随着武林峰的出现, 中国竞技武术分速发展。 散打是中国独有的竞技武术, 是四海八荒, 中国武者的心血凝结。 这些年通过武林峰的擂台, 散打又焕发了新的活力。 在传武方面, 武林峰是改革家和先行者。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 中国武术的发展, 已经突破本身的传播范畴, 成为中国精神, 中国哲学, 和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菜体。 如果吞中国体育, 对当代世界体育最大的贡献, 中国武术毫无争议地可以排名第一。 中国武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, 已经从单纯的技机演绵成了一种文化。 它不是在宣扬暴力, 而是在倡导和平。 作为世界独有的武术文化, 已经根植在每个国人的心中, 它展示给世界的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, 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力量。 历史是一面镜子, 文化是我们难以生存的精神家园。 今天, 中国武术正处于彭博的上升期, 抛开历史传承, 偏偏解读中国武术, 都无法看清中国武术的全貌。 只求在继承中不断探索创新发展, 才是中国武术的内埋之路。